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因为一直很低调 所以很多人乍一听到巴图当爸的消息还很惊讶 巴图和女友王伯虎年龄相差好几岁 是典型的姐弟恋 之前很多人还不看好这一对 没想到人家现在孩子都生了 应该也早已结婚了 宋丹丹抱着小孙子和王伯虎的父母一起 全家为这个小成员庆祝满月 低调又温馨 宋丹丹和儿子巴图一起上过几次综艺节目 在节目里的母子俩浑身都是个 每次看他们的同况就忍不住笑 除了自带喜剧效果 这母子俩的日常也是非常接地气的 巴图曾经带上综艺的时候 吐槽自己的老妈 现在吃酸奶还要舔盖子 巴图本身更是没有明星架子 什么时候看到都像是邻居家的大男孩一样 在月子中心 巴图一家也非常亲切地跟工作人员合影流露 巴图虽然从小跟着妈妈宋丹丹长大 但是担心家庭也没有让她的生活失去阳光 如今又迎来了家里的新成员 在这样充满欢乐的家庭长大 相信小宝宝以后也会是个有趣的人 大人们喜气洋洋的合影流念 刚出生的小宝贝则在一旁睡大觉 穿着一身黄色的衣服 戴着小帽子 那小宝贝胖乎乎的特别可爱 特别是那小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